五谷区新真理每年三节都会举办关怀活动 而今年的中秋礼办公处特别结合了社区发展协会 福星宫 玄安宫等单位 针对礼内经济状况较不佳的家庭 发放关怀金还有中秋礼品 虽然中秋节刚过 不过五谷区新真理不忘关怀礼内需要帮忙的家庭 在经过慰问访试之后 针对其中三十个家庭发放中秋关怀礼金 在我里长任内持续八年对整个三节 不管是中秋端午节跟我们春节的一个弱势关怀 整个社区的好朋友们的一个关怀活动 一直持续到现在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善心意举 把整个爱心跟我们的一个关怀 落实在整个新真理里面 让整个社区一些整个弱势的一些家庭的好朋友们 可以感受到整个新真理是特别特别的温暖 这个至少已经延续八年的爱心活动 也得到不少单位和庙宇的支持、协助 包括新真社区发展协会 五谷的福星宫和玄安宫等都一起来赞助 我们这一次的爱心关怀活动也在整个社区的两个宫庙 玄安宫跟福星宫 另外的林阿仁基金会也共同的共同共襄盛举 来参与这一次的中秋关怀活动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把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热心跟热力散播在整个新真理里面 礼办公处透过关怀李静和中秋李挺等小小的心意 希望传达社会各界对弱势家庭的慰问和支持 也让他们在生活困顿的时候还能感受到温暖 记者房间凯琳锦于五谷采访报道